以海洋教育为校本课程的野柳国校 每年到了毕业季都会在野柳海王星码头 办理毕业生的独木舟新船活动 今年活动邀请到万里区内的国中校 一起来透过行动守护海洋 更由海科馆捐赠上百株的珊瑚苗 要以海王星码头作为富裕的基地 进行珊瑚富裕的行动 要与全万里的学生一起来守护家乡海洋生态永续 野柳国小办理这样的一个独木舟新船 以及结合社区永续发展 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学校跟社区是密不可分的 有社区有人造就了学校 有学校在造就这样的孩子 一段一段的培养让社区更茁壮 在这样的永续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大家对于在地的相信力以及认同感 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海科馆的喜悦 这个喜悦也渲染了所有的人的喜悦 我刚刚看了一下去年我们捐赠的 那50株的那个珊瑚真的长得很好 如果你们浮潜潜水会游泳的人 下去看一看就在那个的外面那边 由此可知今年在捐赠这190株的这个珊瑚 明年一定又会看到它的更茁壮成长的状况 到近几年来我们聚焦在海洋南探 也就是珊瑚气地跟海藻的富裕 当然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也做了几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有和海科馆合作 富裕小后送小后回新竹香三师地 另外呢我们也有和那个鱼业鼠合作 就是做了六万尾的黄鳍鱼雕鱼苗的一个放流 这些都是孩子们守护家乡的真正的一个行动 每年野柳国小的毕业生都会选定海洋教育的议题 以行动来守护家乡的海洋 而今年野柳国小邀请万里区内的国中小学 一起来守护海洋活化海洋废弃物 精心地规划了一场海废延伸台走秀的活动 随后大家也在野柳保育区内一起进行珊瑚的富裕 希望可以用爱护家乡海洋的方式 来度过这一场意义非凡的毕业活动 那我今天看到的是我们各个学校非常团结 来做一个那个我们海费的一个便装秀 有没有大家看到非常精彩 那其实跟各位外宾报告 其实万里是一个非常和谐 而且团结的大家庭 我们这样又有活动 我们全校全部的一个国中五个国小 还有一个高中我们互相的支援 那野柳国小这个地方更是一个社区 离聚力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包括我们这里有野柳的渔会 我们保安工 我们野柳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一个马术文化协会 它这个都是渔村文化的传承 包括我们开上圣网 每年的神明进港 你知道我们的小永世 是最年轻的台教者 这就是我们渔村文化的一个新传 万里区长也来出席观礼 并且感谢野柳国小的孩子们 为海洋生态的富裕而努力 才得以让海洋生态更加的完整 透过野柳国小的校本课程教育 与学生们的亲身实践 不仅是让海洋教育与生态保育的观念 下下扎根 更让一生只有一次的国小毕业里程碑 变得更具意义 计较品寒 万里采访报导